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把你娘带走吧 这丫头最近有事没事都来缠着铃 害得铃都没时间来陪我了 要不我怎么会一个人无聊地在院子里打拳 我猜了猜 惊喜到 难道是林姨婆肚子里有小宝宝了 所以娘亲地照顾好林姨婆 盖爷爷在我大脑袋拍了一下道 人小鬼大 一看就是被你娘给带坏了 你盖爷爷我倒是想给你生一个小舅舅 但是暂时没那个好运气啊 你娘啊 是缠着你林姨婆教她缝衣服呢 啊 我非常了解娘亲 拿刀可以 拿针线 简直就是要她的命 我的乳娘告诉过我 在我刚出生不久 娘亲心血来朝想做个贤妻良母 便亲手给我缝制了一件小衣裳 那针脚拙裂不说 还因为衣服做得太小 穿上去了脱不下来 还是爹爹直接用剪刀把衣服给剪了 我才能避免小小年纪就夭折 从那以后她就更加不肯碰针线了 也不知道她这次吃错什么药 又要心血来朝学缝衣服起来 我走到林姨婆的房间外 果然听到林姨婆和她交谈的声音 林姨婆道 你这针脚这里粗了点 这里又密了 我来帮你调调 然后是娘亲的声音道 不用了 咦 您教我就好 我自己调 这是我给夫君做的第一件衣服 我想一针一线都是我独立完成的 林姨带着无奈道 那你不要用眼睛贴着布料那么近 小心把眼睛给熬坏了 不会的 我的眼睛好着呢 原来娘亲是在为爹爹做衣服 我想起了 过几日就是爹爹的生辰了 难怪娘亲这么上心 爹爹生辰的那天 掌握家中财政大权的娘亲 也难得不像从前那般抠门 直接包了望春楼一个包间 点了一桌最贵的韭菜 我看到满桌的菜都馋得流口水 正要伸手去抓大猪蹄 娘亲无情地拍开我的爪子 等你爹爹回来 爹爹今日也要忙公物 等他来时仍然穿着飞鱼服 嘴角却擒着温柔的笑语 立刻冲淡了属于锦衣卫的肃杀之气 娘亲对我使了实眼色 我便拉着妹妹的手走到爹爹面前 一起到 元宝花儿恭贺爹爹生辰 祝爹爹生辰快乐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爹爹摸了摸我的头 又把妹妹抱起来坐下来 对着满桌子的菜 对娘亲笑道 这么一桌子 菜得多少银子 夫人破费了 娘亲嘻嘻一笑道 你娘子我现在有钱 再说为夫君花银子 花再多都不心疼 说着她捧出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盒子 到爹爹面前道 夫君 这是我给你的生辰礼物 爹爹接过笑道 居然还有礼物 是衣服 娘亲离爹爹近一点道 是我亲手为你缝的 我还缝了两套 你一套我一套 听说时下京城的情侣们 非常流行穿一样款式的衣服 并称之为情侣装 夫君 明日我们就一起穿着情侣装好不好 爹爹感动地摸了摸她的脸道 好 我默默地继续啃猪蹄 娘亲做的衣服 爹爹你要确保你能不能穿下去才是 第110集 穿了今夏做的衣服 路易在全京城百姓前显摆 爹爹很给娘亲面子 第二日就和娘亲双双 穿上了娘亲亲手缝制的情侣装 可是我看那衣服 怎么看都小了 不过爹爹生得好看 这衣服小了她 穿在身上还是好看 爹爹更是十分满意 用早膳的时候 爱不释手地摸了摸到 刚好今日公休 咱们就穿着这身衣上去街上逛逛 我一听 有的玩马上鼓掌到 我也去我也去 爹爹一个眼神过来道 好好去私塾上学去 我老是低头喝粥 爹爹你想和娘亲 过二人世界就直说 后来我听存福叔叔和 谢小秋跟我说 爹爹和娘亲 穿着去京城逛大街 还是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爹爹一直有个外号 叫行走的衣柜 就是她不仅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而且衣服特别多 但她那么多衣服 平时换装时 都没见她臭美过 偏娘亲亲手做的这件 就恨不得在全京城百姓面前显摆 她拉着娘亲的手 到了京城最热闹的一条大街 如今爹爹娘亲在京城 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尤其是娘亲经常穿梭于大街小巷抓贼 导致路边卖包子的大婶 都会跟他们打招呼道 陆大人 陆夫人 出来买东西啊 爹爹心情好 对着大婶笑道 这包子闻起来真香 给我包十个 大婶笑得脸上的褶子 都成了一朵花道 哎哟 陆大人陆夫人看上去 真是神仙眷侣 好生般配 于是爹爹娘亲 每到一个摊位前 都能收到这样的彩虹屁 于是他们买的东西 就越来越多了 娘亲心疼银子 扯了扯爹爹的袖子道 夫君 我给你的零花钱 可是有限制的 在后面提东西的谢小秋 马上嘻嘻笑道 夫人放心 大人肯定藏着不少私房钱 不会没钱花的 爹爹一个眼神如刀 吓得谢小秋 马上闭上了嘴 娘亲似笑非笑地 看着爹爹道 夫君 你真的藏了私房钱 爹爹没有一点心虚道 我路易所有的都是你的 自然银子也全都是你的 还要藏什么私房钱 娘亲脸都红了 在他身上轻轻捶了一下道 肉麻死了 爹爹握着他的手道 咱们去那边看看 那边有个不装的不不错 娘亲吐吐舌头道 这座衣服做一次就够了 要是天天做 我可搞不来 爹爹微笑道 没关心 先买着放在家里 你什么时候 有兴趣就什么时候做 但到不装门口时 娘亲瞧着 经过的一个路人 脸色微变道 夫君 这人很像我们六扇门 在抓捕的一个犯人 我去抓他 说着他就连忙 朝那个人跑过去 反手抓住那个人的手道 终于带到你了 跟小爷回六扇门去 这人却是个武功高强之人 不仅瞬间挣脱了娘亲 还直接从袖中抽出一把软剑 朝娘亲披来 爹爹脸色微变 直接飞身过去 一脚将那把剑踢开 把娘亲拉到一旁 然后再把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扎向那人的膝盖处 让那人受伤后 直接跪倒在地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围观的群众 纷纷叫好 却听丝的一声 原本就比较小的衣服 在跌跌刚刚的 大幅度动作下 裂了 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跌跌的衣服 就这样裂了 呜呜 堂堂锦衣卫录指挥时 录阎王的仪式英明啊